大家好,我是Den 伊达杨在IG公开狙击同对前辈金养 并试图XX的消息传出去后 在韩国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伊达杨在IG上的发文 年纪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只是因为年纪小就可以随便对待吗? 可以吗?这种咖啡要早日在这个社会消失 要做能受到尊敬的事情才会被尊敬 不是上了年纪就是大人 欺负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但是被欺负的人真的很想XXX 本人应该不知道 只有被遭到的人才能知道 我都说了很累,不要再这样了 但是还是继续欺负的话 不真的是他的错吗?很快就会被爆料 很快就爆料的 我都会爆料的 对,很像是公开狙击一位前辈 而在尔达杨的第一个IG之后 就有媒体报道了 尔达杨跟对那一位世界级成员不合的消息 另一个媒体则是分析了 比赛的时候尔达杨一直传球给自己的姐姐尹尖尔 而都不给亚洲第一主攻金养尔 所以网友们就开始猜测 尔达杨狙击的对象应该就是金养尔 对此金养尔只是很低调的对媒体回忆 确实是发生过一些问题 现在都解开误会了 但是没过几天 就发生了尔达杨是XX的消息 但是球队当时否认了这个消息 只是对媒体表示 尔达杨只是因为腹痛而紧急送去医院了 不管怎么样 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就有非常多的网友们开始到金养尔的IG底下留言 指责攻击他 导致金养尔也是关闭了留言 但是这件事情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反转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后 一位网友在网上上传了毕业专辑作为证据后 爆料了自己在中学时期 被双胞胎姐妹XX的事情 你们都不想一想中学时期被你们欺负的同学们吗 现在竟然还说欺负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但是被欺负的人真的会很想死 现在才知道了吗 你试图自XX 我因为试图太多次 到现在都包着阴影生活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 每天每天都是在恐怖中生活 担心今天又会被骂什么 又会被打哪里 但是什么 你在SS上传的内容不都是在抵死你自己吗 根本就是你的故事啊 然后还试图什么 为什么 你有我们这么痛苦吗 只是因为没有说佳妖就打废我眼睛的事情 还记得吗 我当时就想在你们面前跳楼 吼让你们有罪恶感 不只是这位网友 其他很多网友们也爆料了被欺负的事情 因为爆料的内容以及证据都太明确 很快 乙达阳以及羊姐妹就上传了手写道歉文 承认了XXX 并表示会反省自我 索使球队也正式发文道歉了 但是马上 乙达阳突然取关Kimionion的IG 并把自己的卡卡都简洁换成 人离开了才能看到真相 下一个就是你 这事情被网友们发现后 指责乙达阳人品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 其实乙达阳因为XXX引起人品争议的事情 不只是一两次 之前一位前辈上传了自己的宠物狗受伤的照片的时候 乙达阳在底下留言 罗恩姐姐的狗狗因为肉很多 让我想起了狗肉汤 Milk太瘦了 然后还有一次 乙达阳也一起被屁股 请问是谁呢 为标题上传了一张 有拍到路人屁股部分的自己与男友的合照 结果就有位粉丝发了私信给乙达阳说 这样上传并提到路人的屁股不太好 希望能打上马赛克 乙达阳回复 啊爷就别费心了 这么小事都让你伤心了 是不是把什么事情都看得这么严重 谢谢 讽刺性的回复后 屏蔽了这位粉丝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说会反省的人在SNS发文 下一个就是你无脑的疯子们 你看就知道是仗着自己的妈妈这样 从学生时期就跟公主一样的运动了 教练前辈谁都不敢动他们 乙达阳姐妹的妈妈 不是韩国派球国家代表出身的著名选手 平平平是国宝级的选手 跟乙达阳乙达阳年纪也相差很多 对这种姐姐都敢这样 中学高中的时候对同学们应该会更严重吧 年纪大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年纪小就可以随便对待吗 很快就会被爆料吧 很快就爆料的 我都会爆料的 真的被罢了人 能用这种语气公开发文吗 要斩草出根 才能让现在正在成长的孩子们知道 在学校做大种事 以后自己想做什么都做不了 得到一个警告 所以大家觉得玩SNS是不是浪费人生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